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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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仰望这些玄关 有的居地面25米至50米左右 有的竟高达八九十米 我们猜测不出 古代博人是用什么办法把棺材架上去的 我们曾询问过考古的同志 他们说现在还在研究 几百年来 也许正是这些无法攀登的悬崖峭壁保护了这些玄关 所以他们还能够这样安稳地横在山中 给我们留下来研究他们的实物资料 有的玄关是插在天然的岩洞里 大多数玄关是用木桩架在半空中 这里只剩下架棺的木桩了 这些人工凿成的洞眼很难肯定是否使用过 棺材的样式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它是用一根枕木造成的 自古以来 在人类社会中 人死之后就有天葬 土葬 水葬 火葬的做法 而这种玄关却是一种少见的形式 为了了解古代博人玄关的风俗 我们查阅了清朝乾隆年间 及公元1736年左右的拱线县制 这里记载了一个传说 相传有罗音者以博人长灭其宗 乃教以玄奘岩上子孙高显 于是争挂高岩以驱吉 博人怕断绝后代 才玄关高岩期望着子孙发达 求得一个吉利 不管这种传说是否可信 还是反映了博人盼望后继有人的心愿 不过县制里却记载了 今拱义搏雷已尽而食言由多博人观 按照这种记载 至少在250多年以前博人就已经不存在了 博人玄关也就是博人留下来的仅有的遗物了 由此可见 为求得吉利而玄奘高岩的记载可能是一种迷信的传说 这些画在玄关旁边的壁画 绘画形式虽然很原始 题材内容却很丰富 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古代博人生活和文化发展的情况 在壁画中 有一个海星和钓鱼的图案 这又引起了我们的猜想 假如博人的祖先没有同海接触过 怎么能凭想象画得出与实物相似的壁画呢 据考证 大约在一万八千五百多万年以前 现在的四川盆地 还被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古地中海海水所淹没 后来由于地质的变化才形成了盆地 我们以此推论 博人亲死不葬 玄关高岩 也许是为了防止海水冲走棺材 久之才形成了玄关的习惯 由博人玄关 我们联想到福建武夷山地区发现的船关 武夷山船关是停放在山崖高处的溶洞里 距今已有三千八百多年的历史 据说这是战国时期月人的遗物 这种以船做官的习惯 也许同样说明了这个民族的生存环境 水同他们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同各位观众一样也很想知道古代博人为什么亲死不葬玄关高岩 博人又是怎么把棺材架上去的 也更想知道博人为什么消失了 据我们了解 专家们正在研究这些问题 由于我们对一个早已失去踪迹的博人发生了兴趣 才记录了这段博人的故事 我们期待通过此篇引起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对博人玄关做出论证 使我们增加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知识 女士学院大人 女士们受造 champion